我自己也是一个穿线师 所以说呢 我就用我的方法来教大家 怎么辨别这个穿线的好坏 其实就是大家 最方便的办法找到好的穿线师 就是去YYSE穿线师名单上 找那些穿线师 李宁国际赛事穿线师名单上 找那些穿线师 让他亲手去给你穿 而不是到他的店里 让他的穿线团队给你穿 这些人他都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这些穿线师 对于来说他们的 他们名气很大 他们要保障自己 就是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塌房了 找他们穿线 是最佳方便的一个选择 当然很多人是找不到这种人穿线的 这种穿线师在全国都是稀巧的 那剩下的时候 怎么判断穿线师穿线的好坏呢 我觉得第二个重点来了 是什么 是态度 我不认为就是说 哗哗哗这样全玉边 这样啪啪啪 穿十几分钟的IC穿线师 会比 认真学习 认真对待顾客求拍的 刚穿500把 刚穿1000把的穿线师 用同一把穿线机 同一个机器 同一个穿线机 同一条线 我不相信第一个全玉边拉着 会比第二个好 就算第一个穿线师 它哗哗哗哗哗哗 给你拉 但是它不认真对待你的球拍 大概率还是会认真对待这个球拍的穿线师 会拉的比你好 第三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就是 身意非常好 在当地很有声望的穿线师 会穿的比较好 然后其他 就是可能它身意特别好 所以说可能也会出现这种 稍微这样 就是 脚线 脚线就是打麻花了 有点卷 可能就是 它走线的时候 没有仔细看 走过了 它可能没注意 然后交叉了一个 我觉得交叉一个 它身意多的时候 可能也是正常的 如果太多的话 那就证明它不认真了 最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 横不横平竖直 对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优秀的穿线师 认真的穿线师 它穿出来的球拍的球线 肯定是横平竖直的 它的球线肯定是横平竖直的 你就看它那个方格格子 它是不是竖直的 就是拍子 我现在没拿拍子 就是假设这是一个拍子 假设这是一个拍子 你这样看它是横平竖直 这样看它是横平竖直 这样斜着看它还是横平竖直的 懂了吧 这样的话 它肯定是一个好传线师 还能引述出来就是态度好的话 就是什么 它会不会每支球拍都给你检查 先检查 再转护线管 再上机 肯定 至于说你们说的这些 不脚线 不压线 还有说 不预边 这些都是 所有人我觉得应该都知道的 包括这个预边 大家很犹豫 就是预边的话 大家知道 光预边竖线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预边竖线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预边横线的话 万万不可以 也